如何在波掘云轨的潮局做到全身而退 不妨参考高端玩家童国为 仅仅通过一次试探 就瞄懂领导康熙的答案 花半秒钟就看透帝王心术的人 和穷极一生都参不透皇帝的人 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童国为作为上书房头把交椅 他做任何事的目的围绕的都是家族延续 童国为很早就看透了 太子印人根本不是做皇帝的料 迟早会被康熙换掉 当时的四叶不显山不露水 几个阿哥中老八的势力最出众 于是他早早地将自己筹码压在了老八身上 并且还不忘给自己留有后手 多年来童国为处处冷落龙科多 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自己不喜欢这个大侄子 嘿 别把那鹰喂的太饱了 你想把他撑死啊 连童国为的管家都可以对小多子冷嘲热讽 足以看出龙科多出场时的尴尬处境 童国为之所以这么坐位的就是排除 龙科多被化为和自己一档的可能 假设叔之俩捆绑在一起 那么老八一旦失事 同是家族将再无翻身的可能 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 这是他老童的心机 果然随着事态的发展 四阿哥的小宇宙迎来了爆发 龙下四面龙旗 取下三盏工赃 现在的表现 得到了康熙的点赞 然后主动揽下追缴户部欠款的举措 又得到了康熙的认可 两件大事后四爷地位的稳步提升 终于让童国为蠢蠢欲动 接下来就差一个合适的时机 把龙科多推到四爷身边去 事情到热和围猎时终于迎来了转机 热和的夜晚大阿哥出局 太子被废 十三阿哥被关 童国为秀到了十三爷是个关键 于是马上派龙科多去手里翻院 目的就是拿到四爷集团的入场券 要知道这个时候 康熙那伙人还在热和 在朝的所有人都还在观望 童国为就已经抢先布局了 康熙回京后宣布有百官推举新太子 这时候我们就读懂了童国为的高明 当下朝局有力的竞争者只有老四和老八 因为已经把侄子龙科多推向了老四 童国为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推举老八了 不管这个继位人是老四还是老八 他老童都是妥妥的赢家 然而接下来一件事的发生 让老童不再淡定 康熙来到上书房 看见他和马齐在统计推荐新太子的建章 马齐向康熙介绍目前推举八阿哥的最多 可是康熙对那些建章却漠不关心 转而走向张廷玉向其询问 河南四川和江苏的奏折上都说了些什么 注意看童国为和马齐的表情 两人很是尴尬 而张廷玉犹如提前准备好一般 向康熙奏报了三件事 河南的河堤在四爷修缮后已经十分牢固 年庚瑶上任四川提督不到一年便肃清了土匪 江苏奏折是请求朝廷嘉奖一个孝子 康熙在听完张廷玉汇报嘉奖孝子的时候 马上顺带提到要把十三阿哥放出来 童国为这事突感不妙 很明显康熙提到的这三个地方并非是随机挑选 他们都关联着四阿哥印针 而且三份奏折全是利好消息 特别是现在突然要释放十三阿哥 于是他下意识地询问道 是否要说个理由 而康熙则郑重其事地说道 朕疼自己的儿子 这个理由行吗 这时的老童突然明白 关于推举新太子的事情 康熙完全有自己的主张 所以对他们整理的这些建章才会不理不睬 尤其是在得知推举八阿哥建章最多之后 竟然毫无理由让老十三重获自由 老十三本就是四爷的人 所以康熙这一招位的就是 搅乱他们推选老八的局 而且这之后没多久 康熙就邀请佟国为一同用膳 也正是这场范局的出现 直接帮老童看清了康熙心里的答案 范局的背景是 仲阿哥的得票数已经统计出路 老八的新太子之位 其实就差一场发布会 佟国为明白在这样的前提下 范局里康熙的每一句话 都会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果然老童刚入席没多久 康熙帝对他就有了暗示 他问老童身体如何 老童说自己最近常感到腰酸背痛 康熙马上接话 自己两颗牙齿也有了松动 看来咱们都得结结老了 凡事不能太操心 老话说前人重树后人寿 很多是大可以放手 让后辈们去干 这话看似在关心老童 实际上康熙这话的意思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老童年纪大了 该退休了 同国为不愧是官场的老狐狸 面对康熙的弦外之音全当没听见 声称自己还能伺候皇上一万年 此话一出康熙帝都笑了 看来老童这是摆明了要和自己谈条件了 于是康熙给出了第一次报价 你们童家那些后生里面 有谁可以出来当差啊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康熙的措辞 他说的是当差 做酒门提督是当差 做酒品芝麻官也是当差 由此可见当差这二字非常的微妙 这样的报价显然不能打动老童 所以老童没有急于说出要推举的后辈 而是在康熙面前 悄悄怀念起了同是家族的两个人 孝康章皇后是康熙的生母 也是同国为的姐姐 孝一人皇后是康熙的妻子 也是同国为的女儿 血浓于水的情感氛围 终于戳中了老皇帝的软肋 康熙不得不重新表态 你说吧 你的后辈当中 有谁是能堪大用的 这时候康熙的措辞已经由当差 转变成了堪当大用 同国为再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爆出了龙科多的名字 而康熙也毫不吝啬 直接提龙科多为酒门提督 至此二人的交易顺利达成 犯局的目的 从来都不是犯而是局 你看他老童从入戏开始 一口饭没吃 一筷子菜没加 却以入局其中布局形式了 回去后 同国为马上找来龙科多 同国为缓缓走到镜子前 一位深长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人辞官归故里 有人兴夜赶科长 要辞官离席的是同国为 要赶考上位的是龙科多 这两句无疑是为 叔侄二人的对话定下了基调 那么该如何推龙科多上去 就成了关键 虽然龙科多升任九门提督 是自己和康熙交易的结果 但这样火箭般的窜身速度 老头出身的龙科多 到底能不能把持住 同国为心里没有底 所以龙科多急需做的一件事 就是充分赢得康熙的信任 一举新太子正是他最好的投名 让龙科多举报自己 在推举老八的时候 存在串联结党 不仅刚好给了康熙 废除老八选票的口实 又能让龙科多与八爷党 彻底划清界限 那么站在康熙的角度来看 这个已经和八爷党 彻底翻脸的九门提督 绝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支持者 只有得到康熙最大程度的信任 龙科多这个信任 才能站稳脚跟 临走时还不忘 一位身长地拍拍小多子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回去后 小多子百感交集 刚被六叔 从一个郁郁寡欢的老头 越级提拔为九门提督 按理说高兴还来不及 那么他哭什么 那是因为第二天 他就要昧着良心 为了家族利益 出卖自己的六叔了 而这一切又都是六叔受益的 他作为一个政治素人 哪见过这样的阵仗 所以才会哭着嘀咕到做人男 第二天龙科多按照六叔的 只是向康熙做了告发 愤怒之下的康熙 马上召开了朝会 在会上同国为 也一改往日的谨小慎微 竟然为了老八公然反截皇上 为什么满朝文武 不能够宝举 把阿哥印死呢 这句话的巧妙之处就在于 刚好给了康熙帝 借题发挥的机会 你真要朕把你的老底都掀出来吗 就这样龙科多走了进来 并当众陈述了 六叔在推选老八过程中 存在串联结党 康熙正好借此是废除了老八的选票 试想如果没有同国为这出戏 康熙帝又如何平息这场选举 最后同国为也只是因为糊涂 而被遣送回家 实现了自身的平稳着陆 而龙科多也因为这次和八爷党的决裂 彻底得到了康熙的信任 一举新太子整长期看起来 是龙科多把同国为卖了 实际上却是同国为把老八卖了 最狠的是老八还要对他感恩戴德 当叔侄二人再次同框 时间已经来到康熙临终前 这也是同国为最后一次出现 四爷和老八同时想要拉拢龙科多 此时四爷阵营中的老十三已被圈见十年 而四爷本人常常以孤沉自聚 对比之下处处笼络人心的八爷胜算似乎更大了些 举其不定的时候 龙科多来找六叔合计 然而同国为却要他等康熙的旨意 果然康熙帝很快就召见了他 第一道宣读的圣旨便是 龙科多勾结老八和老十四图谋不归 卓吉四死 这时的龙科多吓出了一身冷汗 忙说自己没有阅阁交往 如果不是同国为的指点 龙科多恐怕早就倒在了第一道圣旨前 第二道圣旨就是加封龙科多为领侍卫内大臣 康熙要他在传位那天如实宣告赵书 至此龙科多明白 康熙这是要传位给四爷 最终凭借六叔的指示 龙科多在新一任雍正那里获得了雍力之功 如果龙科多的剧本就到这里 那无疑是个圆满的结局 雍正继位后 龙科多的接连断电 渐渐引起了雍正的不满 这时我们恍然发现龙科多毕竟不是龙多 他真的没有掌控全场的能力 当他最后伙同老八参与八王一阵 其实我们都猜到了等待他的只有冷板凳 有人辞光归故里 有人星夜干磕场 少年不知愁滋味 老来方知行路难哪